西夏,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存在时间很长的少数民族政权,该政权实际上从唐末就已经存在,在1038年正式称帝,最终污1227年才灭亡,西夏的面积虽小,却长期和宋、辽、金对市成为了当时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。 不过,西夏的建立者到底是什么人群呢?长期以来,这是一个谜团,西夏的建立者属污党像族,而党像族又是枪族的一支,在汉代被称为党像枪,活动污青海一带,随书党像传记载,党像美性别为部落,大者五千爷旗,小者千爷旗,俗上武力,无法令,各为生业,有战阵则相屯聚, 无遥妇,不相往来,牧养牦牛,羊,猪,以攻时,不知驾强,可见,党像族是一支游牧民族,到了唐朝时期,党像族形成了八个部落,分别是西峰市,废厅市,网历市,坡超市,野历市,米秦市,拓跋市等,其中拓跋市最强,成为了党像族的联盟领袖,关无其中拓跋市的来源。 自古以来的史料都分为了两大派别,一派认为党像拓跋市原出羌族,隋书就唐书宋史持有该观点,另一种观点认为党像拓跋市,就是鲜卑拓跋市之后,使鲜卑拓跋市西迁到青海,融入到了羌族之中,原和性转疗史金史认同此观点,鲜卑拓跋说的主要依据 是唐朝林宝的原和性转,该书记在开元后,又兼门大将军西平恭敬边州都督拓跋首记,亦东北凡也,也就是说拓跋首记,是党像大首领拓跋司太之子,他们原本居住在东北,因此被称为东北凡, 安史之乱后,唐朝将之迁洗到了下周一带,乌室逐渐发展起来,但是原和性转的记载,又和唐朝的拓跋拓跋首记目致名相矛盾,其目致名写道拓跋首记出自三描,该将性之别,以字为氏,因帝记号,氏雄西平,遂为郡人也,该目致名提到,认为党像拓跋来自乌将性别之,而将性的源头, 恰好就是古枪,不仅如此,隋书也记载党像枪者,三描之后也,其中有荡昌,白狼,皆自称迷猴种,有无古代史料记载的内容先后矛盾,导致现代的史学者还在争论不休,现在,又有学者提出,党像拓跋式是当年西迁到西北的突发鲜卑之后,突发鲜卑,也就是拓跋鲜卑,曹魏时期, 拓跋匹姑没有和拓跋利威产生了矛盾,巫氏自己单独带领一支部落迁徙到了河西走廊,逐渐发展起来,十六国时期,曾建立了南梁政权,此说的确有合理之处,但是缺乏记载,并且和原和性转的记载也相矛盾,因此,只能算是无根据的推测, 既然史料都是相互矛盾的,那就是只能从基因方面进行突破了,西夏在灭亡后,其王族基本被蒙古所杀,但是也并非绝对,其中一部分的改为了理性唐朝次性和卫性,由为改性而来,延续了下来,还有一部分加入了蒙古族之中,例如,承吉思汗就有一个养子查汗,他的本性维为,来自乌西夏皇族,蒙古语将西夏人称为唐乌特, 在卡尔卡部落的七个签户中,有一个签户就是唐乌特,这些签户就是从融合到了蒙古部落的西夏后裔,根据基因数据库的资料显示,西夏王族李氏和卫士后裔副系外染色体大部分,为DY14813,该基因基本分布在青海、甘肃、宁夏、内蒙古西部和陕西一带,大体上和西夏王国的疆域一致,该基因群体的爆发时间, 距今1430年前左右,正好是拓拔赤词归顺唐朝的时间,2020年,欧亚大陆东部草原6000年的动态遗传史中,公布了蒙古帝国时期的蒙古高原的37个DNA信息, 其中外蒙古一个方形墓的墓主DNA被提取检验,其附系为D1A2AP47,正好是西夏皇族后裔DP47Y14813的上游,这座墓葬是方形墓, 恰好证明该墓的墓主不是传统的蒙古人,因为蒙古人的墓葬是原型的,可以推断, 这个墓主就是融入蒙古的西夏王族,也就是唐乌特,而鲜卑是东湖的主流,其外染色体为C2,目前已经有多个墓葬的DNA信息可以证明, 因此,这个发现也证明了西夏的拓跋式并非鲜卑拓跋式后裔,实际上,在北魏时期,拓跋式曾经大规模次性拓跋,因此有许多外族改姓为了拓跋, 而党像族中的领袖可能是在这时候改姓为拓跋的,而北魏皇族后来都改姓为了元,不再称拓跋, 而党像拓跋,直到北宋为了宣传,自己是北魏皇族后裔,才将自己的姓氏改为元, 例如,西夏的建立者就是元浩,那么D系来源无何处呢? D系和C系都是早期到达东亚,大陆的晚期制人,因此被称为老亚洲人, D系早期的皮肤偏黑,个子比较矮,因此被称为小矮黑人, 不过,随住民族的进化和交融,D系早已不是几千年前的体质特征了, 在中国,D系基因主要分布在西南地区和青藏高原, 其中藏族副系大约有55%为D系, 而西南的仪族副系中的D系也可以达到三分之一, 藏族也好,现代腔族也好,都是D系人群和古腔人欧系融合而产生的, 而古代的藏族恰恰也被视为腔族的一支, 因此,腔族之中有高宾率的D系基因,那是非常正常的, 而党项族作为腔族中的一支,那自然也是D系和欧系融合的产物, 因此拥有两大腹系基因也是非常正常的, 另外,上海复旦大学对大地湾遗址中的人骨DNA进行了提取和检测, 最终确认是D系,可见骨腔人很早就曾经在, 西北创造了农耕文化。